《馬雲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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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每個人在每一位置都有自己的壓力 將勤保住只有一個方法就用時間格分 但其實欲速則不達 你真不知道那時候會有這樣的勇氣 還有這麼多魅力 不過幸好就過來了 我叫Clara 我想我差不多要接觸到大提琴 差不多要十二三歲都有 不過我一開始其實不太知道是甚麼 有一次真正聽到大提琴聲之後就嚇倒了 原來我的樂器這麼好聽 然後我好像著了迷 其實我聽到的明明是音樂 但我看到一個故事 我好像看完電影一樣 其實那首歌很短 不過那首歌有一個背景 他是音樂家寫那首歌的時候 他喜歡那個人撞車死了 所以一開始他是要接受一個事實 在音樂上和下之間 你會看到有一個階段 他突然間好像Y-Shop一樣 他好像在那些枯的樹葉走著 好像在一些外的方向去看見他 然後慢慢他爭執到知道這個事實 到他不捨得 那整首歌整個轉接竟然可以去到這麼震撼 那一天之後 人生完全改變 我回到家 把我的琴擦乾淨 然後每天四個小時琴 我每天都很急地在課室做了工科 馬上考回家練琴 這樣過了兩三年 我想去考演的學院 幸好那時候學校也收了我 已經在那邊 這個過程很辛苦 我想不是人人可以這樣經歷 我自己回頭想起都會打冷陣 我未必夠膽可以再走一次 興藝學院之後 其實我心裡覺得自己很想繼續讀書 當時我沒有辦法 我畢業起碼要出來工作 做了很多freelance工作 即是私人教琴 或者是幫政府教一些大人的課程 也有些我會拉樂隊 錄音、表演、演奏會、演唱會 全部都有做 所以其實那二十多歲的時間 我基本上沒有什麼玩過 我很害怕後悔 不知為什麼 大琴琴時間 我覺得很好 很祝福 去演奏一樣 我更加會用大琴琴去講 很多信息去給別人 這些我都是覺得 很幸運而有這樣的機會 為什麼不透過這個機會去做 好一點呢 我覺得大琴琴對我來說 好像是 就好像作家的一支筆 當我遇到一個人 大家自同道合 他在想的東西很相似的時候 聊得到 那個音樂作品出到你是適合的 是很隨緣就會走在一起 The Moment 那個音樂會比較特別 因為當時音樂會 我是想了一年半 但年半前是有些事情 香港社會有些倫常的案件發生 我看了新聞後的心裡 又不開心 其實泳春師傅是我一個 算是很好談的長輩 我那次就和他 大家談起心念這件事情 尤其是我們泳春的宗旨 有一條鐘線 如果你可以抓緊這條鐘線 其實你做事情是很有分寸 但當然人有時去到一些心情不好 你有時都會想去別的方向 所以你平時 你真的要好好去 將自己的心念 去了解和修煉一下 其實透過音樂會 我真的可以好好 將一些訊息 傳給很多人 其實我們學人都是一樣 我跟你說話 我可以隨便說些話 我又可以 我真的加了心跟你聊天 你會感覺到是不同程度 我真的很希望和一些我很欣賞的朋友 一起去做一些作品 令人生裏面有一個記憶 是我跟你一起的